能够来 我常常讲 能够来到基督教会非常不幸 因为我们这里能够讲圣经的真理 可能世界上有很多人不喜欢听 但是是两千年不改变的真理 我是第一次要寻找圣经真理 而且要照着我讲发现的传出来 稍微恩待我这五十多年来 不需要改变 不需要因为没有钱吃饭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不改变 我今天特别非常高兴的 我们对面一个最大的负责人 小先生坐在这里 来这里跟我一起学圣经的真理 如果她不是大老板 她是一个我一辈子看见最忠心的夫人 非常忠心 我看见她的机会最多 我相信她也看见我常常在这里 尽尽处处行事为人 她愿意来 欢迎你来 非常高兴 我们一起学习 参加行正义的行列 这是我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个讲题 我们基督教会就是 我最喜欢的 就是罗马书十四章 十七节那里说的 我们基督的教会 不在乎吃货 乃在乎行正义 活平 喜乐 照着圣经 这是两千年不改变的 这是罗马书十四章 十七节 我们要行正义 然后可以有活平 然后可以有喜乐 是按照圣经的定义 不是她有她的道理 她也有她的道理 我们叫公公有她的理 两个人坚持不下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是圣经的理 不管是谁的理 2014年 有一个22岁的大学生 突然间神经病发作 这是在加州 枪杀了六个 伤了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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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加州 那边发生 这六个死的其中之一呢 是二十岁的大学生 她是一个中国人 最近她母亲的学篇文章发表出来 她留着眼泪 三年之后 留着眼泪 感谢许多人来安慰她 外国人 中国人 邻居的 认识的 不认识的 很多人都来安慰她 因为她有个儿子 能够上大学了 但是给人家打死 流泪了三年 不能停止 但是没有办法 不每天想到可爱的儿子 没有了 心里面就很难过 流眼泪 那一天 我看见这个文章的时候 也是刚刚911 这个911 对我来说 是一辈子最大的印象 因为这个911里面 我家里面就有两个 可能死掉 上了恩典 他们两个都没有死掉 我们四十年前 在三豹大厦里面 也有办公室 我开始来的时候 是在那里上班 后来因为她的租金太贵 我们租那一城 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 要9万块钱 所以非常贵 我们后来没有办法 所以 我们分开了 911那一天 报章报导 在佛罗里达 爱沃尔玛的台风 杀了4个 就是从一天那里 沃尔玛的台风 杀了4个 但是在这一天 在德州 佩洛那里 有人也是 吵架神经发作 杀了7个 成年人 伤了2个 突然这里 突然那里 最近到处都有 美国全世界 突然间有人神经病发作 到处开枪去杀人 这种事情 现在我们好像成为日常的生活一部分 差不多每天 最少每个礼拜都有一次 我们习惯了 我们没有家人 自己没有受伤 我们很多时候 低着头 就自己生活 就算了 不要去想他 就算了 但是 这些死了亲人 死了老婆 死了老公 死了儿女的人 他们都一辈子很伤心 文章的词句感动我写这个奖章有两句 若是我们过人参加行政医的行列 就能救许多人类 离开黑暗的权势 它是这样写 现在这个世界的人 生活 生命 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 被控制 你没有办法逃 好了 今天我早上 我有看见 有些 我们这个年纪的老人家 寄了一些钱 然后去Florida Key 那里 他叫Florida Key 南部那小岛 买了一个很精致的房子 预备在那里 想安享他老年的生活 谁知道这一次艾玛来掉了 整个房子不见了 怎么我讲这些事情 心里面笑笑的 我 为什么呢 他们就一辈子 寄起来的钱 买一个他们喜欢的地方 然后这辈子可以在那里 好好的享受最后那一段生命了 这一次 阿尔玛经过 一上就把他铲除 完全没有了 他怎么要活呢 我不知道了 如果他来这里 我们可能可以帮他一点帮活 总而言之 他这一句话说 如果我们能够参加行政医的行列 我们就能够救好多人的命 不需要给人家突然间神经病发出 然后枪杀 然后死掉 另外一句话说 若是我们过人参加行政医的行列 就能一点一滴的 让我们世界变得好一些 这是现实 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 两百年前 基督教会在美国开始了一个更好的世界 从我自己开始 更好的世界 从我自己开始 这几年来 好像在台湾有一位 我不讲他的名字了 他也用这个旗号 就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们自己做起 然后一百年前 开始那一百年 两百年前到一百年前 这一百年 美国这里有好多好多人响应 所以我们美国这里就造成了一个叫做Bible Belt Belt 圣经地带 这个圣经地带就是我们外国人 基督教会最兴旺的地方 好像以前我在Texas 帮忙工作的地方 那个教会有三千多人 他的停车场是几条街 如果你停车场 停在最远那边 你走路可能要五分钟 最少要走五分钟才到礼堂 他的停车场也好大 就是好多人响应 美国很快就变成全世界人都想来住的地方 上来恩戴我 我有机会住了三年多四年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需要锁门 不需要关门 我们孩子的玩具放在路边就行了 没有人动的 非常安全 没有听过人家吵架 也没有听过人家醉酒 礼拜天天没有人做生意的 所以那里是传美国遵守 Blue Law 蓝色律法最好的地方 Blue Law 现在还有 传美国还有 纽约也有 只是没有人遵守 也没有人执行 现在加州通过一个法律法 总统要抓无证的移民 他们通过律法要保护 总统的命令 他们通过律法要保护 违背 所以 现在 在纽约这里 礼拜天 很多很多人 特别是餐馆 开业 没有人管 但是 这条部落是礼拜天 不会开业 也不会做工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上教堂 最少95%的人 要上教堂 不上基督教会的教堂 就上信心会 长老会 卫里工会 好多好多的教会 95%上的人民 都去教堂 所以1965年开始 他们说 我们既然有这么的人去教堂 所以我们学校 不要再读圣经 也不要再祷告了 祷告读圣经 修养他们的行为 人格 在家里就够了 所以我们学校 不需要再读圣经 也不需要祷告了 我们只需要教小孩子 怎么样赚钱就行了 所以这些行为 道德呢 等他们家庭去教 等他们教会去教 他们会教得更好 谁知道 从此以后 这些人不去教会了 教会也不教了 家里面也不教了 有很多是父母没有资格教 或者是没有时间教 总而言之不教 那是现实 所以现在全世界 落到这个地方了 更好的世界 从我自己开始 是什么意思呢 非常简单 我们来说 非常简单 从我自己开始 传扬 这本圣经这么多 你没有办法完全传的 一间圣经 两间圣经 还有一章圣经就够了 马可十六章 十五十六节 向普天下传扬耶稣的福音 然后使徒形象第二章 就是整摩样传 三个恩待我 我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是教书 赚生活 我传道 你再给我一个信封 我放回去 放回去他们奉献箱里面 我不要他们的钱 我会教书 会养活我自己 然后我会免费传福音 马可十六章 十五章 十六节 耶稣吩咐信耶稣人 往普天下 向万民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彼得领受 听到了这个教训 他怎样在耶稣人开始 传耶稣的使命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 不需要任何人自己去搞 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会 跟其他不同的地方 他们以为 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时候 他们有科技 他们有更聪明的方法 我们是 他们讲的不好听的 赤五部话 这个广东话翻译出来的准不准 听得懂吗 里面 赤五部话 是这样子吗 行无办法 ok ok 我们是持守着圣经 两千年前 耶稣怎么说 我们有黑字 白字 印在这里 在他们手中 但我们手中 上的恩态 我们现在还是全世界消磨最好的 ok 是绝对没有错 对我来说没有错 为什么 如果是错 是圣经的错 不是我的错 我是讲圣经的东西 我们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不要扯到外国 其他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我说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 我对面的人 愿意来跟我一起信耶稣 明白吗 这是最快乐的 这是最好的 ok 周围的人 我们从自己周围的人 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邻居 他们都肯来就好了 每一个人都参加耶稣建立的 不是我建立的 很多人常常有这个错误的思想 他说 他有一天 我讲了一句话 他不喜欢听 他说 我不来你的教会了 我说 你搞错啊 你是离开基督的教会 这是基督的教会 这不是我的教会 五十年前 在香港 就是我的上司 我的领导 他说了这句话 我就不干 我就来到美国 他说 这是我的教会 我说 哈 这是你的教会 我不干啊 ok 这是基督的教会 我还以为 我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信耶稣 我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做工作 传福音 原来这是你的教会 我不干啊 ok 上位恩待我 我就来了美国 然后四十年前 来到这里 上位恩待我们 很好 这个吵诈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安静的一个小地方 可以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安静的按照圣经行事为人 行正义 守律法 有活平 喜乐 在圣灵中 每个人参加耶稣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 不是任何人建立的 不是名人建立 不是任何人 是基督 耶稣自己建立的 我圣经经界都放在那里了 所以我这几天常在想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 我已经有足够 在我的网站上面 全世界任何人 愿意学习 哪去学习 没有版权 我写书 后面写着 没有版权的 全世界人都写着 它说 有版权 是吧 翻译必救 是吧 我的书是 没有版权 万一你们都拿去用 用错了也不要紧 我不怕的 全美国 全世界 都一起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是的 过人起来 分享基督的福音 刚才朱棣兄读出来了 上来恩赖我们 虽然我们这里有个朱棣兄 他也会读圣经 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婆 上我就记得 我反正看到他 我记得 在马来西亚也有个朱棣兄 不过他比我大八岁 年纪大八岁 他比我还要老八岁 现在还很健康 在马来西亚 基隆坡那里帮忙 教会里面工作 非常好 我们过人起来 分享基督的福音 我们传福音 靠神拯救人 神就把人从黑暗的权势救出来 我们负责传福音 神负责把这些人的灵魂 人的魂 从黑暗权势里面 救出来 放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所以你们今天能够来基督的教会 是神把你们在黑暗的势力里面 剪出来 放在这里 不是我们 不是 OK 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 所以有人来这里十几年以后 他走掉了 不要希望我打个电话追他来 因为他离开的不是我 是离开耶稣基督 要等耶稣基督 叫他回来 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反而有责任 要向他传福音 希望他能够来 如果他来了 他不要了 耶稣说 在这磐石上 先根基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耶稣讲得清楚 这是我的教会 耶稣才有资格 说这句话 我的教会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能够说 这是我的教会 他是谁啊 OK 我常常要问 你是谁啊 耶稣说的 这是我的教会 在这根基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犹太人信耶稣是个大先知 上个礼拜我讲得很清楚了 很欣赏 特别是王弟兄坐在哪里啊 啊 在哪里 OK 王弟兄下午读圣经的时候 清楚告诉我 你今天早上讲得到非常清楚 透彻 天下的人不能误解 犹太人两千年前信耶稣是大先知 结果他们把耶稣钉石家 他们一直想要杀他 然后耶稣说他们属于魔鬼撒但 然后耶稣说他们不信我 就是因为他们信耶稣是先知 没有信耶稣是基督 没有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变成魔鬼撒但的人 我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在地狱那里 OK 不是我批判他 乃是现实 这是法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 那里很清楚记载 耶稣要世人信祂是基督 信祂是基督跟信祂是先知有种不同 在两千年前 就是你的肉体要死的 你的肉体可以活得不同 OK 如果你信耶稣是基督 你要敬拜祂 你要遵守祂的命令 如果你信耶稣是先知 你就犹太人就要寻找一位杀你 这是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很清楚 所以他们把耶稣杀掉 丁死在十架上 因为他们信耶稣是先知 当时先知犹太人就是这样带先知 绝对没有错误 这是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我们遵守圣经的真理 所以我们常常问 你们的教会名字 圣经有没有 非常简单 不需要得罪人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不要再多说 因为马太五章三十七节 你多说 就是吹纳恶者 耶稣说的 不是我说的 耶稣用自己的血 买赎这个教会 他用他的血买了这个教会 谁能够签名呢 哦 这个好消息 我常常看见人经过这里 现在我们对面 那个大家非常美丽 所以很多人要站下来拍照片 所以你们将来如果要卖 不需要做广告 OK 你招牌挂出来就行了 OK 这么辛苦 耶稣用血买来的教会 1500年前 一代人尽敢拆他的招牌 耶稣自己这个教 是这个教会的救主 以福守书5章23节 很清楚 耶稣自己建立 自己负责 祂是这个教会的头 祂是这个教会的救主 祂叫这个教会 叫做我的教会 这个盘是什么呢 不是彼得 也不是任何人 是你要信耶稣是基督的信 你要信耶稣是基督的信 耶稣是基督 你就必须听他的话 如果你听他的话 你就会信和受洗必然得救 让耶稣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不是有时候 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得救人 是神的儿女吗 哈 世界上的人啊 我小孩子的时候 刚才听见我们的牧师 你要受洗加入教会 你要受洗加入什么东西 加入什么 哈 我有一天对人家醒悟 儿女都是父母生进去的嘛 怎么儿女有权柄选择 要到哪里去的 我就想不通了 你们有一个 有没有一个 妈妈生孩子的时候 先问他 喂 我们这里是一性成的 你要不要出来 没有的 他愿不愿你都把他生出来了 OK 孩子是妈妈 爸爸生进去的 不是孩子选择要进去的 所以你要小心 如果你将来小孩子生活都不好啊 在里头这里啊 他会 爸爸 你早就不应该把我生下来 你虽然没有权要给我买这个东西 OK 孩子是爸爸妈妈生进去的 你没得选择 所以我们也叫做天父的儿女 天父自己把儿女生到他的家里面去 就是这个信心的根基上 人能悔改受洗罪的赦免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九 所以我这些经文呢 现在录在 放在网上非常好 随时随地 传天下 一字都可以有机会来到修习 这是主把得救人加给基督教会的方法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 刚才是二章三十八节 你继续到了最后那一节 是四十七节 主把得救人自己 主自己 把得救人放在教会里面 那是什么教会呢 主耶稣叫做我的教会 我们必须信耶稣的基督 非常清楚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灵 可以靠着得救 耶稣也祷告 天父啊我要离开世界了 我在世界上的时候 就是用你的灵保护他们 现在我要回到你那里去了 他们还在世界上 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记长的 求你用你赐给我的名 保护他们 好了 现在讲个故事可以听的 我很少讲故事的 所以你要趁着现在听 OK 年纪大就有这个好处 有自己亲身的经验 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要来这里信耶稣 我们这里有一阵子 有三百八十个小孩子 在这里读中文 康州啊 牛九喜啊 有好多人来带着父母 带着来这里附近过夜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可以来这里上课 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要来信耶稣 突然间不来教会了 所以我们很关心 我们去探望他 他母亲很大人的说 是不是个当者 当人的说 我们拜菩萨 我们不信耶稣 所以他从今以后 不去教会了 你不需要来看他 不久有一天 报章报道 一位年轻人 就是他的名字 早上 星期天早上三点钟 在科隆比亚大学 科隆比亚大学那边是什么 220到220上边那些地方 在科隆比亚大学外面的酒吧 他给人家开枪打死了 就是他的名字 你们如果来这里久的 你会知道 中华工手 有一个很久的 中华工手 有很久的领导 叫做陈炳基 他就是那个名字 所以我一辈子记得不会错 我以前开始来的时候 在尼多的时候 我也在那边办事 在华富人力中心 那里我做了三年七个月 我查看这个年轻人住地址 发现就是他 他那个时候住在189初中 旁边那个房子里面 189初中那边 在旁边那里 他的名字是陈炳基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若是他母亲不禁止她来信耶稣 礼拜天 那一个礼拜天早上三点钟 她在家里睡觉 那个时候 我很多年轻人来这里 说我们圣经班 礼拜六礼拜天 就有15班圣经班 15班圣经班 最少25个圣经老师 每一班都需要有1个2个 圣经班老师 好像现在我们下面在上课 这些小孩子 明白小的 我们都需要2、3个老师 如果母亲不禁止她来 她那个礼拜天早上 3点钟还在家里睡觉 我120% 这是夸大 通常100%已经完成了 就是我听人家说 我120% 120%相信 那个礼拜天 她会8点钟起来 因为她爸爸妈妈一家不来信 好像我小孩子的时候也是 只有我一个去教会信耶稣的 9点30分钟她一定会来到教会帮忙的 这么多年来啊 我不能忘记 这个年轻人现在应该在教会这里 帮忙讲道的时候 她现在刚刚是50岁 一定能够在这里帮忙讲道 我不知道她母亲这么多年来啊 怎样活 但是呢 每一次我想到她 我就会很伤心难过 因为这个生命 不需要这样死耶 这个生命不需要这样浪费了 就是因为她母亲坚持 要拜菩萨 所以这个生命 没有她 那刚才我不是想啊 二十岁的孩子 给人家打死了 她母亲流泪 每天想到她就流泪 就痛苦 那么这35年来 这个母亲怎么样活 我不知道 我每一次想到她 我都觉得伤心难过 因为这个生命 就这样浪费了 我是 不要说我讲话不好听 这是现实的 传天下听清楚 你来到美国不信耶稣 你不能用美金 因为美金都是信耶稣的 如果你能够说 如果这个妈妈能够说 我们拜菩萨 美人送给你 我不要 因为美人是什么 是信耶稣的 我们不要 明白吗 那我给你分 OK 我不会独占的 他们把这个美人都给我 我用不了 大家分 你们每个人给我分 OK 你要多少就拿去 总而言之 但是呢 每次想到她 我就觉得伤心 人要确实地知道 任何宗教 从来不是个好办法 人只需要知道 巴基斯坦这个国家怎么样成立 我是最近才发现 这个历史 我们香港的 我们都 全世界的历史 都没有的 最近是在BBC那里发现 就是 Betish Betish Broadcasting 那边出来的 英国给 印度独立 印度教的人 回家的人 立刻 彼此残杀 几十万人死掉 最近才我发现 BBC报道出来 所以英国必须立刻回去 把他们分开 勾一块地 回教在这边 叫巴基斯坦 印度教的人在那边 把他们分开 巴基斯坦是这样成立的 如今世界上的人 人都知道 只需要知道 什么样的人 成为人弱炸弹 前天 有一个年轻人来这里 推休 我一看去 很像一个炸弹枯 我第一次 按铃我下去一看 好像一个炸弹枯 小心了 以后如果你在那边发现 我赶快走出去 我不叫他进来了 OK 今天要带好钥匙 有时候走出去 把货币门搜掉 这是一个好像炸弹客 他来这里 推着什么东西 我不管 我说我很忙 我来到这一时 都是因为忙我才来的 只需要纽约 如果你没有时间 只需要来这里下面 以后如果你开车想 人家里 四十一大道 跟这个美节焦点 看行人道 行人怎么样行过马路 百分九十九 都是无法无天的 不管红灯绿灯 混淡什么灯 九十九都是无法无天的 你等这种人 参加了行正义的行列 没有希望 若是你不来 与我们一起跟随主耶稣 那就只能预备流泪 十到下地月 非常不好听 但是这是现实 时间到了 我稍微看看 我希望不要耽误你们时间 还有我们等一下十一点十分钟 十一点十分钟 还有英文广东话的序论 希望各位好好的活 不要禁止你的弟兄姐妹 孩子去信耶稣 每天你遭遇这个就不好了 跟神保守你们好好的活 还有下午我们有姐妹会 都记得留下来参加 我们感谢神人点 上个礼拜好多人参加